大家好,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 今天我们用一个大西瓜来分享一个西瓜的切法 这种切法用来招待客人也是非常的不错 把西瓜清洗一下,准备开始切 把西瓜被盖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西瓜还是很不错的 下面来和大家分享三种切法 准备一个大盘子,把西瓜倒出在盘中 下面开始来切西瓜 先这样横着来切 横着切好之后我们再竖着切 切好之后我们直接把西瓜拿出来,直接吃就可以了 这种吃法很获得解决了 我们在吃西瓜的时候 把这个西瓜汁弄得到处都是 这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下面我们来分享另外两种切法 先把剩下的西瓜切开 再把这个西瓜一分为二 用刀盐的西瓜皮把囊底切下来 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注意安全 再用刀把西瓜切成块 把西瓜皮切开 再来分享一种方法 把这个西瓜皮切刀花 一共切两刀 分成三半 再用刀把这个西瓜皮取下来 另外一面也同样处理一下 把西瓜皮取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留下中间的这一块 改刀切成片 待会我们在吃的时候直接拿这块就可以了 切的不好 请大家多多包含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